老板你这个卖的什么东西啊 这是在朝鲜的特产 朝鲜特产 对 羊肉肚 这不纳一块肉啊 对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朝鲜的正宗米饰 一斤七十五一斤 七十五一斤啊 对 羊肉啊 羊肉 你这刀工比拉门馆师傅还厉害 彼此彼此吧 这个肚子羊肉就是姜牛刀工 对 我来看看这多薄啊 七十五一斤是吧 对 它这个怎么做的呢 就是羊肉 咱本地鲁西兰 羊肉煮熟以后 把它一块块摞起来 四面把杠的标注 这羊肉要卤是吧 对 那你这大刀不错 这个组成的刀啊 这刀是专门盯制的 你们做这个羊肉肚子做多少的呢 做一百年历史吧 百年历史啊 对 那到底这第几代 我都干了第五代了 第五代啊 对 哦不用接不用接 你亲了再多我也买不起了 哈哈哈 就是有客户要要 有客户要要啊 对 就是潮信清蒸特色是吧 对 哦 你们姓什么姓马 他们姓马 哦 哦 从老祖爷爷吧 老祖爷爷从明清朝 清朝中期都开始做 清朝啊 对清朝中期 哦 嗯 煮这个羊肉用二十多种大料 还有这个高汤 几十年的高汤就全部 那里面有老汤多少年呢 那老汤得有二十多年吧 哦 对 二十多年来回循环着用 手艺是五代是吧 对手艺是传承 我是第五代传承 现在已经干到 在这家街上现在已经干到三十 三十年多的 您今年多大啊 我今年五十一 五十一啊 那二十岁就干到 对 这次传承这个 文化 传承文化 这一块有多少 这一块得三只羊吗 三只羊啊 对 这一天能卖几块呢 一天卖个五六只羊 五六只羊啊 对 大刀片羊一天五六只 像这些羊肉有多少呢 大概一公斤左右吧 一公斤啊 对 一公斤羊肉 这个师傅买的是吧 对 师傅经常买这个羊肉吃啊 那我经常买 经常买啊 嗯 这是我们朝鲜唯一的正宗羊肉 我看很多人家卖嘛 对 很多 他一天 经常排队的 哦 看 他们家算地道的 最地道的一家 最地道的一家啊 嗯 马尾清蒸羊肉 对 对 对 他们卖不了 其他人卖不了 哦 哦 这个必须是祖上做这个 它才能做 它是五六代祖船的 而且是利用奔地的散样 哦 没有散味 你这刀看着 哈哈哈哈 这个刀切不出来这么薄是吧 对对对 这是必须必须得专用的 刀具 有没有人一整个一个整个买呢 有 感到春节感到房间过节春节切起 但是他回家切不了这么薄啊 自己大刀自己自己慢慢切 慢慢切啊 对一样 那你这个切的肯定要比带回家切的要好吃啊 那是自己切的肯定没有我的道工好 哦 哈哈 这个牛肉面的师傅 可以给他比一比吧 他没有 八成没有我切的不 哈哈 刚出的烧饼加个多的羊肉 特别特别美味 哦 对对特别好吃 这是升级版的是吧 对 正常这个烧饼可以夹多少钱肉呢 一个手饼叫二十块钱 哈哈这挺奢侈的啊 哈哈哈哈 我还是土豪能吃的 嗯对 先撑一下饼 二十 二十 土豪才吃这个夹饼肉 这个戒指都很大啊 应该是土豪了 这给我拿个二十块钱看能切多少来 好的好的 二十 二十 二十应该能吃很多 因为你切的很薄 哈哈哈哈 行一个能吃什么还可以啊 嗯 二十块钱再牛肉面 没几片的啊 来看看二十块钱的 你撑一下啊 好多二十 二十啊 对 来看一下 你看二十块钱 这二八斤吃人这么多 羊肉啊 实不实惠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羊肉剁的 超薄的羊肉 曹县特产 嗯 它卤香味很重 五香味哈 对 五香味 五羊味羊肉味 嗯 羊一点都不删 哇 朝鲜的东西 确实接力气又好吃 你看 切的透明的 这个刀工真的是了得啊 嗯 本地的 小山羊 一点都不删 这个要用外地的羊还能做啊 外地羊 外地羊做一块味道 删 删啊 对 没有这个正宗的羊肉这个 香味啊 香味啊 好的 朝鲜六六六 我们来看看老板这个刀工啊 半透明 所以二十块钱可以切那么多 但是也很实惠了啊 这 入口就是一个 一大片 这是好吃 再来一块 嗯 香 我们这个店吧 就在腰印他 往东 二十米路北 路北 红豆酒店旁边 这一块鲜 就这一块鲜 右边 有一块鲜